七年级生 你懂吗 我一起 保持距离 我的秩序 留点小东西 装心的东西 保持距离 看得很仔细 我看我自己 都会觉得很公平 听不懂 所以没表情 我很专心 甚至很好奇 讲不听 那就少说一句 我的安静 不想打扰你 没几时 非要个酒精 什么也行 什么也不行 管你是 谁跟我一起 保持距离 我的秩序 给留点小东西 装心的东西 保持距离 看得更仔细 我看我自己 都会觉得很公平 瑶瑶 妳快一点好不好 妳等我一下 妳不要亏了 走了 我跟妳们讲 欣向叔叔 我的恋情 会出现在北方 刘欣宇刚刚好 也出现在北方 你们说 是不是神准了 所以我决定 我一定要去看刘欣宇 我已经快受不了 你这个织女了 这七星也都还没到 你是不可能遇见 你的牛郎的好吗 对啊 我不管了 我一定要去看刘欣宇 说 你们两个到底要不要陪我一起去 当然不去 她怎么无聊 依萱 那你咧 如果你要去看刘欣宇的话 你最想和谁一起去 我 我也不知道 我可能没有时间去看吧 爱的简讯 我要看 我要看 什么意思 安好 还是密码 是谁传给你的 然后我也不知道 我忘了 对服了 我要拿回家洗 那你们两个先走吧 我先去回去拿 不用等你 嗯 拜拜 拜拜 嗯 我觉得怡萱回去拿衣服啊 只是借口 跑去看她的神秘男友才是真的 对 那又怎样 我们赶快过去看看 不要 不好啦 被发现就糟糕了 好 我知道跟踪一个人 可以知道怡萱的下落 谁 谁 那里啊 谁 李子薇 在哪 哎呀 走 哎呦 环境也许可行 她告诉她说 你如果现在下来了 你今天就没有饭吃 嗯 所以她怎么样 她也要撑着 问题是在我们国内来讲 实在是不同的国情哦 我想现在能够吃苦的孩子 已经越来越少了 但是我们也是往这方面去发展 如果能够有这方面的师资 也有学生愿意的话 其实要能够夺牌 不是不可以 嗯 好 现在呢 现场比赛区进行是 台北市的景文高中 景文高中 带来的是浴火凤凰 原来 教练还没走啊 看他这么认真的样子 我们真不该这样教练他 谁 教练 是我 对 景文高中 过去 宜萱 怎么还不回家啊 我回来拿啦啦队的衣服啊 因为该洗了 教练 对不起 对不起什么啊 你为了我们这么努力 我们毫天到晚跟你唱反调 我会放在心上的 我喜欢你们这样子啊 不然的话 我也不知道怎么教你们 教练 你人真的很好耶 以后如果你有什么需要 帮忙的地方 都可以来找我 真的吗 刚好有一件事情 我想请你帮忙 好啊 可是 是 你要我做什么啊 帮我说服许刘山 什么说服啊 跟我走 我刚看你在操场练习的时候 一点技巧都没有 再这样子练下去 你的腿伤 只会越来越严重 只要可以成为正式跳高选手的话 打破纪录 拿到金牌 收着点伤 都算得了什么 你为什么一定要成为田径选手 这是我的事 不用你多管 我当然要管 不必你未来 是我啦啦队里面的五虎张之音 你 教练 如果你要找我金啦啦队的话 对不起 你找错人 我没兴趣 许刘山 如果你想得到金牌 参加啦啦队 也一样可以得到这个荣誉 你好好想一想 教练 你为什么要我参加呢 我们今天是前情前意 想找你叫啦啦队的 我说过 我没兴趣 为什么 教练 怎么办 你放心好了 不会想其他的办法 是这样的 小山她爸爸从小就是个田径好手 又常常代表学校拿金牌 而且她的成绩 始终都是保持在前五名的 所以小山从小就被逼人 样样都要跟她父亲学 说是这样才上个男子汉 难怪许刘山说什么要加入田径队 对了 这一次我听说 她的田径代表全被取消了 是不是真有这回事啊 许泰 确实是有这么一回事 老师啊 我可不可以拜托你啊 你不要让她退出这个田径队嘛 让她继续比赛啊 很抱歉许泰 我会这么做完全是替许刘山着想 因为她的脚本来就有伤 如果在做剧烈运动的话 她的脚伤会更严重的 她脚受过伤啊 我怎么都不知道 这个孩子真是的 什么都不跟我讲 站在老师的立场 我是希望许太太能够好好开讨她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走和她爸爸样的路 要量力而为 她能够找到真正喜欢做的事情 才是正确的 老师你不懂啊 真的让小山顺着她的意思 做她喜欢做的 她爸爸会气死 而且 可能会跟我离婚的 为什么 小山有两个姐姐 从小就是跟姐姐玩在一块 都当然都是玩一些女孩子的游戏啊 从小她是一些什么球类运动啊 没有一样像话的 为了这些事情 我天天被她爸爸数落 说是我不好 把小孩搞得娘娘腔的 不会啊 许佑在很健康很阳光的 怎么会娘娘腔呢 那是因为从国中开始 她爸爸天天逼着她去跑步 去运动去打球 一开始的时候 小山还会跑来找我哭诉 我又不能老护着她嘛 久而久之 她就越离越远 后来就什么事都不跟我说 我是真的不知道她脚受过伤的 我其实很尽责的 原来是这个样子 虽然说小山她爸爸 现在在上海做生意 可是啊 她只要听说小山有任何的比赛 说什么她都要赶回来参加的 所以老师啊 我拜托你 无论如何 你让她继续参加比赛好不好 学校方面的话 我可以再多捐一点钱的 我拜托你了 我很少拜托别人的 拜托啦 许刘三 许刘三 喂 许刘三 刚刚教练跟你说了这么多 你这么尿啊 扭头就走 像个女生一样 不要说我像女生 我就是讨厌啦啦队 更不想变成娘腔的男生 你懂吗 你这是什么观念啊 啦啦队讲求的是青春健康活力 不要说男生为娘娘腔 连女生也会变得很活泼 你只想让我进啦啦队 当然只会说好听的 我才不会上你的当 你找别人吧 我还喜欢这块钱应对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身为田径选手 连最基本的高度都突破不了 算什么啊 这一定不是你想要的 你只是在做一件 讨别人欢心的事情 我有仔细观察过你 你的弹力不错 但是我看得出来 那可能是你小时候 练过芭蕾舞的基础 你放弃你自己专长的 一定要加入田径队 根本是在强迫自己嘛 不要再说 我才没有跳什么芭蕾舞 你如果要笑我 你就笑啊 好吧 既然你不相信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 以我的眼光来看你 你是一个很好的人才 那要怎样 还不是拉队女生 初心风投 我们男生 在旁边陪训 听你这么说 你有现在瞧不起女生啊 女生的体力 本来就比男生差啊 瞧不起也只是刚好而已 我看你 也不会比女生好到哪里去 别说想突破什么一米七五跳高 怪你连她的头都跳不过 那有什么男的啊 好啊 证明给我看 如果你跳得过 我就说服刘老师 让你加入代表队 跳不过的话 就是要拉拉队 怎么样 你说好说话哦 当然 我一定办得到 好啊 一言为定 那一起来站好 你搞什么啊 跳啊 你这根本就耍我嘛 我没有耍你 这个约定不算 我没有骗你啊 我说得很清楚 只要跳过这个高度 这根本不可能的嘛 我想跟随自己 的地流感 我说得很清楚 只要跳过这个高度 这根本不可能的嘛 好啊 教练 现在怎么办啊 我相信我会关常理 我一定有办法的 你放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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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掉了 你啊 你啊 姐姐我真的 不然这样啊 我答应我给你先好了 你啊 你啊 数女问题不承认 你不能再给你一些 那我一定是你的那种 那怎么办啦 我真的不明白 我们这样跟东西普威 就可以造一个人的孔子生 一样 算是你俩的相似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知道 姨子威 是不是需要男朋友对待 白痴 不要在那边瞎猜好不好 姨子威 你干嘛 你吓人 你们猜奇怪了 你干嘛一路跟着我 他 这马路是你家拍的吗 原本不能走 走 走 哎哟 这个车 好像 这一定是 这 这是什么 等着看就知道 好啊 好啊 哪里 已经吃你了 还不走 等一下 怎么是夏老师呢 怎么是夏老师呢 夏老师呢 夏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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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这样开车的 雅力 那我怎么样啊 我没心 我雅力 欠我一条命啊 只不过就有一命 就想要工啊 好啊 雅力 那 是否学古丹人一样 以身相许啊 说什么 我提醒你啊 我能就了你一次 并不代表我第二次 以后走路小心一点 不要看前不看后的好不好 你的手 有没有受伤的 我还好啊 怎样 我帮你看一下 我帮你看一下 要按哪 好啊 叫我回头 好啊 谢谢你啊 别说怕了 谢了啊 哎呀 哎呀 雅力雅力 超准的耶 痴女啊 你中邪了 你忘记了 新杂志啊 她说你这个礼拜呢 会诸事不顺 而且啊 还会有血光之災耶 全部都说中了 有吗 我都不记得了 回家了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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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白马王子还没有出现 北方 一定要往北方走 雅力 我们明天去看荣心雨 好不好 你说好不好嘛 不然这样好 我打电话给怡萱 那你看她打电话给谁 然后我们一起去 怎么样 我打电话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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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打电话给你 我打电话给你 你再关心我 好 神经病 一万块钱 去抢银行还会比较快 对 耶 你再关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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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关心我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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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嘛 帥哥 我就照相 再來一張好不好 你不要再亂拍了 奇怪 等一下 你有沒有興趣陪我去看流星雨 拜託 你看我在工作嗎 沒空陪你那邊瞎扯 真的 來 來 來 你 我 不要宸啊 我 would 打 就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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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林文 你呢 還是不說啊 芒果手 你怎麼會知道 沒啦跟你開玩笑的 其實我在網咖早就想認識你了 我還用流行你的稱號在聊天室跟你聊天 你忘記啦 原來是你喔 錄完了你還不回家 那你呢 為什麼 我啊 我敲家了 敲家 你幹嘛敲家 你知不知道最近會有流行雨啊 我聽人家說在流行雨降下那一剎那許願 願望最近會實現喔 這跟你敲家有什麼關係啊 當然有喔 不過說了你也不會明白 那算我沒問 對了 你說對著流行雨許願 另外一定會實現 是真的嗎 我也不知道耶 不過 就試試看囉 說不定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 那我要去許願 欸 在這邊看得到流行雨嗎 你耍白癡喔 這裡當然看不到啊 網路上說要到烏來山區 那你的空氣比較不受影響 才看得到啊 烏來山區 你知道在哪裡嗎 嗯 知道啊 那裡是我從小長大的地方 那是我跟我媽說我要出來看流行雨 他一定不會答應 原來你是為了看流行雨才敲家的喔 欸 你是不是也不想回家 嗯 滿夠帥 這樣好了 我們一起去看流行雨 一起回到我從小長大的地方 好不好 你好 你幹嘛 輸入我們的電話號碼 不管怎麼樣 你都不應該跟他說那些話來刺激他 我的兒子決定要做什麼事 你做得了主嗎 許夫人 你不要這麼激動嗎 我知道許留山吃了我那句話之後 我心裡會不吃虧 但是我沒想到他會離家吃狗啊 姐 許留山是一個很敏感的孩子 有時候 在你說話之前 也要看一下對方是誰 但是我說的是事實啊 雨晴她又在田基堆受到挫折 為什麼讓他參加啦啦隊 重新找回自信呢 你不要再跟我提什麼啦啦隊了 就是因為你要他去參加啦啦隊 他才會離家出走的啊 我的兒子要是有什麼意外的話 你陪得起我一個兒子嗎 許夫人 你就不要再責怪好教練了嘛 你給我們大家一點時間 我們一定會想出辦法的 而且我相信 劉山他應該不會有事情的 你要我相信你 我還相信我會中樂透呢 我告訴你 只要我們家小山出了任何意外 我一定會讓家長會 解散你們這個啦啦隊 許夫人 許夫人 稍等 先去交易處理囉 好 我會盡力的 許夫人 少涵 我跟您一起交易 難道我真的錯了嗎 靖 現在真的不是討論誰對誰錯的時候 最重要的是我們要把他找到 你放心好了 我會把他找到 少帆 等等我 別擔心 這種什麼小孩子鬧脾氣啊 賭氣不回家 離家出走什麼的 小案子啊 他在外邊玩夠了 氣燒了 馬上會回家的 你記得你小時候 你不常離家出走嗎 現在不是在爸爸身邊 對不對 不要擔心 為了媽媽啊 太大驚小怪了 欸 怎麼這樣 幹嘛 有人推你夜行 你在說什麼 最新消息 許留山昨天晚上失蹤了 蛤 蛤 怎麼會這樣啊 你只是一個晚上沒有回家 有必要搞得那麼嚴重嗎 我怎麼知道啊 而且你看 他媽媽居然還要求家長會要解散拉拉隊 欸 許留山沒有回家 關我們拉拉隊什麼事情啊 不管了 為了拉拉隊的存活 我們一定得去幫忙找人 不行啦 為什麼 因為啊 我今天 一定要在太陽下山之前往北走 才可以遇到我的白馬王子 欸 欸 不然我就等到明年 明年我就二十歲了欸 你這個大隻女 是我們拉拉隊中 還是你的白馬王子重要 嗯 都很重要啊 不過 你要自私一點嗎 我祝你啊 往北走 遇到是孕婦 白馬王子都還不出生 欸 欸 那我 一定會去健身啦 反正你一有消息就打電話給老師 好 拜拜 欸 利用 你今天沒有約會啊 哪有時間啊 剛才才打了一大堆電話 要同學分頭去找 昨天晚上一個晚上都沒有回家的許羅山 蛤 怎麼搞成這樣子 弄到離家出走 那你們就這樣處理了嗎 我一直都有在處理啊 許羅山是我田田對上的學生 他的個性我太了解了 他沒有那個膽 不會出事吧 一個人的假日 無聊到爆 怎麼會無聊 欸 你不是說要跟心愛的人去看流星雨嗎 結果呢 對喔 這麼重要的事情我都忘了 一定會有很多人去看流星雨的 嗯 這麼晚才出門 一定要趕快約人去才行 你去不去 我啊 不用了 我是根本不喜歡臭熱鬧的人 但是這種流星雨 根本就是高中女生喜歡看的東西啊 萬一被自己的學生看到了 那我不就尷尬了 等一下 你說高中生最喜歡去看流星雨 對啊 那許羅山也很有可能會去看流星雨 對不對 這麼想好像有點道理喔 我的直覺告訴我 錯不了 我想跟隨自己的地流感 保持距離 我的秩序 留點消息 找新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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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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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應該要趁許羅山啊 對啊 喂 真的嗎 在哪兒 在哪兒 嗯 好…我馬上就過去 好… 妳跟她下落啊 嗯 教練 妳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在哪兒 欸…就在哪兒 妳有沒有看到許羅山啊 沒有啊 沒有 她昨天一整個晚上都沒回家耶 沒回家 對啊 如果我再不找她的話 拉拉隊就要被解散了 為什麼啊 不管啦 妳到底有沒有看到她 沒有啊 沒有 好 不管的話 先去找她了 好…妳先去找 我下班之後就…去找妳 好… 好… 哪有錢 你真的有看到許羅山嗎 那個人覺得是許羅山錯不了 不然你在哪兒 我是知道她和一個要去看 流星雨的女…女生在一起 又是流星雨 啊…我想到了 她們有說過要去烏來的山區 就看得到流星雨 喂 真的走那麼多車子啊 這些人啊 一定都是來看流星雨的 妳說那地方 到底她要走多久啊 就快到了 快到了 妳一個人錢就說快要到了 走那麼久都還沒到 我累死了 妳休息一下好不好 欸…妳真的很弱欸 不如為一個女孩子還不中用 更何況妳還是田徑隊的 妳穿球鞋 我穿皮鞋欸 欸…妳穿完在山上長大的 妳的角力一定比較好啊 妳有沒有興趣參加我們田徑隊啊 嗯…我才不要呢 我只喜歡大自然而已 欸…要不要來比一下 比什麼 比跑步啊 看可不可以追到我 跑步 好啊 我數到十 我先讓你十秒 一… 等一下 接著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小姐 妳爬來了 謝謝 請來用 姐… 找了半天妳在這裡啊 欸… 少男說有許留山的消息了 她今天晚上會來我們這個屋來山去看流星人 那麼吵啊 妹…妳先到附近找一下 說不定很快就會把人找到了 欸…等一下… 嗯… 少凡說她會來載我們 她說這邊的路我們比較熟 而且… 晚上搞不好可以一起去看流星人 妳不可以相信流星人許願這種事情吧 不信啊 為什麼不信 而且… 人家說跟喜歡的人一起看流星人 一輩子都不會分開 哈哈哈哈 姐… 妳幹嘛這樣啊 妳是在取笑少凡不理我啊 欸… 妳已經是人家的老師了欸 這種事情妳也相信 哼…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妳不相信是妳的事 反正我相信就好了 對啊…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但是妳知不知道 假的不會撐很久的 這種留言很快就會不攻自破的 姐… 妳很過分欸 妳就是每次都這樣 許留山才會被妳氣得離家出走 許留山的事情 不會向學校解釋的 不過… 這邊真的有流星雨可以看嗎 搞了半天 原來妳也想看流星雨啊 呵呵…被妳發現啊 呵呵… 就妳能來我不能來是不是 Jordan啊… 少惹我好不好 信不信 我拿妳當籃球一樣的灌籃 欸… 妳怎麼會突然出現在 吳雅麗家門口 說… 妳到底… 追哪一個啊 妳管我啊… 白癡… 說出來嘛 要是大家採線犯規 還可以喬一下 喬什麼喬啊 妳真白癡欸 喬什麼啊妳 你們在幹嘛啊 雅麗跟雅雅不在家嗎 你們怎麼不進去啊 幹嘛… 我家門口風水是特別好是不是啊 怎麼大家全體在這講話啊 我本來要進去的啊 哪知道他們兩傢伙不知道怎麼搞的 沒關係啦 反正趕時間嘛 那我們就出發囉 對對對… 大家趕快出發 跟著我往北邊走 呃… 北… 欸 雅麗雅雅 嗯… 等一下啦 對不起 我今天來就是要跟你們說 我不能去了 對不起 那我先走囉 晚回去我要被我媽罵了 拜拜 欸 欸 怡炫 怡炫 他今天怪怪的喔 怎麼回事啊 妳看我幹嘛啊 關我屁事啊 欸 妳這人態度很差欸 哎呦 雅麗 我們趕快出發好不好 時間不早咧 再不走就來不及了 可是… 哎呦… 你不走 那我先走了喔 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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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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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翔 我在太陽下山之前 遇到了第一個男人 今天是你這隻超好子 你幹嘛… 欸 你趕快亂打在哪裡 別鬧了你 你不是趕時間嗎 走啦 喔 哎呦… 這次不算 不算齁 你真的真沒情調 說好要來看流星雨了 還沒看到你就說要走 你大老遠把我拖來這裡 說要陪你看流星 我就來了啊 結果咧 我們等了兩天耶 別說流星連月亮都看不見 我不等了啦 我不管 讓回去你自己回去 我還要看我的流星雨 好啊 你不回去 我回去 你敢 死奧弟 辣奧弟 那男生怎麼這樣啊 既然來了 就應該等到流星雨再走啊 你沒聽他說 他們已經等了好幾天了耶 我看也許看不看流星雨也沒那麼重要吧 白白 喂 老師 你們怎麼會在這裡 問你們 我們在找許劉三啊 你幹嘛啊 我才問你幹嘛呢 你幹嘛想自殺啊 你剛剛說你沒有看到他們 為什麼是門啊 抱歉 那我們今天麻煩了 因為你大概還抓了一塊烤肉 你放心 不會有人怪你的 雅力 我給你口口 你不要 他不渴 那會有渴的時候好不好 你不要因為自己沒有幸福 就嫉妒別人家幸福好不好 請你接受我對你的求婚 可以嗎 你怎麼來了 他不這樣走 七年一生 你懂嗎 感情的事沒有絕對 好愛該用自己體會 浪費眼淚 不如乾脆早點 做好心理準備 我想跟隨自己的體力感 說不定下次運氣會好轉 我相信簡單 我相信柔軟 相信直覺會有答案 我想真的應該不會太難 或是世界就不會有越的慢 幸福的指寬 在誰的手上 等他給我預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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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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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